作落在辽宁省沈阳市的鲁迅美术学院 它的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 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 培养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 紧张 严肃 刻苦 虚心的校训 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提起 1945年延安鲁迅迁向至东北 发展成为今天东北地区 唯一一所高等美术学府 什么是鲁迅精神 是站在时代思想前沿 是做时代文化的先造 是为社会 为人民服务 延安鲁迅的精神 始终指引着鲁迅美术学院的师生们 我叫王秋博 业于鲁迅美术学院 有话系第二工作室 我这个毕业创作其实表达一下我对家乡的一种感觉吧 就是想把我周围这种比较平民的一点 这些比较接地气大众一点的东西给画出来 我的家乡是辽宁省林远市大河北乡大丈子村 是去年在过年的年前 正好那段时间回家 就乡里边才有这个集 然后去集上拍了一些照片 感觉近几年很少去这种地方 像小时候基本每周都去 所以我就想画出来 我画面中有一个小蓝色的一个车 在农村是非常实用的 那种属于叫三轮车 它在赶集的时候 它会用这个穿业车 把所有的它要卖的商品放在车斗里 然后可能它住的地方 可能也是离这个集市有很远 可能几十公里 它都会早上在凌晨的时候 可能三四点钟的时候 就去把这个东西 来拉到集市上开始卖了 每年收秋的时候也会用到它 为什么叫穿业 因为它的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东北这边它有很多地 是在山上的 就是秋陵比较多 所以这个车当时就是 能减轻不少农村那种活吧 东北这个土壤啊 应该说是白山黑水 从大自然的风光 到这种风湿的文化 每一个场景它都是有画面感 每个场景都可以讲出它的故事 我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 当时我是在哈尔滨 应该说所转每一个地方都觉得是一个画面 因为处处都有景 处处都有景 如果说从鲁艺传承而来的艺术为人民是鲁美的根脉 那么东北肥沃的黑土地和浓厚的工业文化氛围 为鲁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文鸿苏是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水彩系的研究生 东北的工业文化是它成长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我毕业作品《即将封存的记忆》 它代表了我从小到大离我最近的一种感觉 我的这个城市就是一种工业化的城市 我觉得工业给我的感受是一种灰色 带有反光的并且有一些立体性的一种特点 所以就创作了一个身边从小到大去熟悉的一个主题 一个环境 浓厚的工业氛围伴随着文鸿苏的成长 也伴随着它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发展 东北工业在近代中国工业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东北工业基地形成大力支援了国家建设 迎来万众瞩目的微黄时期 其中新中国工业史上的一千多个第一都诞生在这片黑土地上 因此这里被称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 一开始进行创作的时候 就是我会沿着马路走 去看一看周围的世界有没有什么能给我灵感 灵感最深的应该还是父亲长辈他工作的地方 进到这个厂房里之后 感觉就是像进了一个新世界 这床应该是已经工作了 都有二三十年了 但是现在就是科技发达了 现在有很多更智能的机械设备 那个厂房即将重新翻新 我这个作品画完之后一个月 他就马上翻新了 然后我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即将封存的记忆》 但是这并不是代表 它是一个消极的体验 因为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信仰 他们热爱这个工作 大家都很团结 我觉得我的父辈都很团结 他们团结在这个工业的一个文化里 团结在这样一种元素里 我在沈阳旅菜场工作了八年 这八年我就做了 比如说像这种水变汉 包括这个四楼工 包括这个铸造工 这换了好多工作 最后是到门尾开大门 为了靠靴 那那段时间呢 给你的那种经历非常深刻 也许可能到后来创作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宝贝的财富 真正的生活呢 是到底体验的 感受的 哪怕在工厂里捡一块铁回来 你觉得放到你画面当中比较舒服 我倒是觉得比如说工厂里面有好多现成品 比如说废弃的材料 废弃的钢板 或者废弃的这种工业零件 那有好多就是拿出来就变成艺术品 我觉得创作不仅仅仅仅仅是在那个技术层面上 当然技术是一个先决条件 我思考的还是怎么样把这个过去的经历或者工业 工业文明或者工业的后期的一些感受把它表现出来 东北的老工业 人们把那个作为一个永久的记忆 因为它就像一个生命一样 曾经特别的兴旺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幸福生活 也看到今天这个国家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我们来回首看看我们那个时代 其实有一份恋情在里面 这是一个奋斗的过程 东北它不仅仅是一个老工业遗产 它更重要的是它有它的历史的文化 用文化 用艺术 通过这些让大家认知东北 感动北 最后是了解东北 才能更好地吸纳这些全国各地的人才 来到东北 来振兴东北 如果说东北肥沃的黑土地和浓厚的工业文化氛围 为鲁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那么从鲁易传承而来的关注时代发展 反映时代变迁则是鲁美的根脉 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 我喜欢观察生活中的小的事物 如果个人喜欢喝茶 就经常观察茶叶在水里泡开展开的形状 每次都不一样 这让我感觉很有意思 我的毕业设计作品《步凡》也是从一个非常细小的点出发 它从塑料的纤维构成 传输出了中国纺织工业体系整个的发展历程 我们将1921年到2021年每两年一个区域分成了许多部分 最外圈的形式是展现每两年之间所最具有代表性的和使用系数最多的布料 最后内圈展示的是这两年间所具有代表性的颜色占比 陶宜然的毕业作品《步凡》通过信息可视化的方式 梳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和特征 让观众了解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每一步成长 感受中国纺织产业的生命活力 我们就选取了这100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和比较好看的布料 把它裁成35乘35的一个小样的方式 在展厅专门弄了一个步墙 就是供人们近距离的观察和抚摸接触 建党百年以来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 然后从一开始比较单一的麻类棉类 发展到各种合成的纤维组成的布料 中国的纺织从单一的颜色到更加丰富的颜色 而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应该说给我们的艺术创作 由过去的不可能变为今天的可能 所以我们是尝到了这个福利 这个时代给我们的这种福利 小小的布料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 今天的卢美学子用自己的创作 记录下了一代代国人奋斗不息追求梦想的历程 他们根据延安鲁伊的红色血脉 以站在时代思想的前沿 做时代文化先导的责任与使命 创作了许多扎根于人民 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集结八大美院 2022年毕业作品大展 中国文艺报道特别奉献 青春如画 我叫商战祥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 去年这是监党本年 我们历时三年完成了一组 大型的汉白玉追梦 追梦之手雕塑 我觉得它表达就是中华民族 而不同 奋斗不息 追求美好明天的这么一个状态 从这个雕塑的主题上看 我们这里边所有的人物肖像 这些形象都是真实可信的人物 所以说这里边就是出现这些人物 有好多都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有的可能还有专门请过来的 一些少数民族 希望传达这感觉是让别人觉得 这个人肯定是真实存在过 他是有呼吸的 有血肉的 其实鲁美在雕塑这一块培养的方向 一直就是传统 就是具象 具象写实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要夯实基本功 你要做雕塑 你要把一个人首先在做像 这是最基础的 以人为本 带我人性的人性化的人文的这种新的现实主义 体现的这个伟大的时代 更加关注的是人民的生活状态 从站起来然后是富起来到强起来 这是一个梦 我们正在不断地追求 追求我们的梦想 因为在这伟大的时代 完成一件伟大的作品 这对每一个人 都是应该说是最大的光荣 就是想把这个我周围的东西 比较平民的一点借地气 大众一点的东西给画出来 希望我们能用艺术与社会进行一个链接 然后再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未来的话想做一个美术教师 想跟孩子们去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吧 我觉得鲁美就像北方的那个黑徒弟是一样 他比较厚重 很踏实 我们每个鲁美人 他自身就躺了这个红色的血液 就有这种激情在里面 真正的生活呢 是到底体验的 感受的 年轻人的创新活力 是东北振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更好地挖掘这些年轻人的潜能 这个才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希望 新时代的鲁迅美术学院 秉承为人民创作的鲁艺初心 高扬创新进取的鲁艺之魂 新系国运意义在道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迈向壮阔的新征程 鲁艺是中国文艺的摇篮 八周年萧庆的时候 我曾经提过一句话 叫我们从延安走来 扎根东北 首先是一种情怀 还有一种就是社会的责任 这也是鲁艺精神的所在 我们不仅仅是要创造美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 来助推东北 这是我们的使命